比如說這個結婚你嫁給一個聘金最高的人 也不一定幸福 何況 何況 聘金最高的人應該是我們新方金跟台新金的這個case 因為我們是100%換輔 因為100%換輔的意思是 對於我們兩邊都有很穩定長遠的很久的股東 只要你留在當股東 我們每年的配股配息你都享受得到 像以台新金來講 我們過去10年平均大概我有5%以上的配股配息 你就要留在當台新的股東10年 你就有50%的收入 那對於這種這個尤其是10%的 基本上是拿現金把你買斷 那比如說你20%的Premium 事實上如果以5%來算的話 你是4年的配股配息就把你買斷 以後這個股東你就沒得享受了 所以哪一邊的這個是比較好的價格 大家可以想一想 所以我相信我們這一次的換股呢 長遠來看對股東是最有利的一個安排 這個台灣這個社會是很小的 所以事實上是這些主事者這些老闆上都認識 那何況有些我們跟顧家算是兩代交情 這個本來上一輩就都很熟的朋友 所以坦白講 這個很早在幾個月前市場上就有這個消息了 所以我當然是有跟對方的主事者 大股東也接觸 尤其最近呢 更是這個 這個很多這個 這個在他們正式開董事的之前 也有很多這個謠言 謠傳 所以我都有在努力在接觸 當然我的主要是想說 是不是最好能夠大家能夠和平共存 就不要有這種事情發生 我是很努力想去說服對方 不過很遺憾我這個能力有限的沒有達成 所以變成這個狀況 當然我們會這個 我們該做的事情我們會很努力去做 這個像今天我們董事會就通過了 再下來就是股東臨時會 要這樣當跟政府申請 我相信這個 剛才我們總經也報告了 相當是已經是兩三年的事情 我們用 以合規合法 然後這麼多功能今天在台上 大家一起努力 走到今天是不容易了 我相信對員工 我們也有照顧 有努力想要怎麼來照顧員工 對客戶 對股東 我們都會盡我們的力量 我想就是另外一家 忽然間 丟出這個 這是一個想法 事實上要怎麼做我也沒有看到 我想我們的做法跟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想要做的